晚清三劫 曾国藩 左宗棠 彭玉玲全传 作者 徐哲深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计斩全臣 彭玉玲成心慈丸府 郭松涛和曾国藩两个 正在讲得十分上进的时候 忽见曾真干匆匆而入 见他在座 四路喜色 他便赶忙站起相迎道 老师叔可是心从安庆来的 小侄在北京时候 听说老师叔和九师叔两位克服安庆之幸 曾有一封贺饼发去 未知老师叔收到没有 曾真干一面连连的答称 收到收到 一面恭恭敬敬的 向着曾国藩叫了一声大哥 曾国藩含笑地应了一声 用手一扬 命真干和郭松涛二人 一同坐下 方使问道 吴帝忽然来此 修为何事 曾真干也笑着答道 兄弟有件紧要事情 专程来求大哥的 曾国藩危险一惊道 什么事情 你快说来 让我放心 曾真干道 兄弟自从克服安庆之后 方才知道 有谋有勇的将士 尾时难得 此次之事 若非九弟同去攻打安庆 单靠兄弟一个人 万万没有这个结果 现在九弟即日就要离晚 前去围攻精灵 兄弟特来求着大哥 可否去向刘仲良那 借他那位门人徐春荣 给我一用 曾国藩听说尚未接枪 郭松涛却在一旁插嘴道 老师叔所说的这位徐公 可是善补文王挂的那位孝子吗 曾真干点头笑答道 正是此人 云仙何以知道 郭松涛道 这位徐公 北京城里的人众 因他是位孝子 又有谋略 大家替他取了一个绰号 叫做小徐树 其实赵小植个人说来 此人胜于原职多多 若以杨叔子 郭焚阳比拟 差堪相似 曾国藩一直等到此时 方氏接口对着曾真干笑道 现在人才难得 你知道要用人才 难道别人 就不要用人才不成 从前为兄 也想调他来到大营 以便研究毅理 还是少权再三阻止 说是重粮为人长后 他们师生两个 又急头鸡 就是半刀揍掉 这位徐公 也未必能来 唯兄方才打断此意 吴帝何以忽然想起此人 曾真干听说 呼入很失望的样子道 武昌克父 便是这位徐公和春庭二人之功居多 曾国藩不带曾真干往下再说 芒将郭松涛一指道 云仙之才 何当逊于徐公 他这次本事来此 要想做翻事业的 吴帝继续人才帮助 唯兄请云仙和你同去办事 曾真干听了大喜道 兄弟刚才进来的时候 一见云仙在此 早已打算请他帮忙的 不过这位徐公 我还想借他用 只要重量肯卖交情 兄弟将他和云仙一同请去 岂不是芙蓉凤厨 都在一起了吗 郭松涛忙不迭地谦逊道 小侄怎能去和徐公相你 这真正是以萤火比月光了 曾国藩即把他那一只没有纹路的手掌 向空一摇道 云仙不必太迁 你与这位徐公 却是各有所长 社地阅历尚浅 你去帮他一个忙 我也感激你的 郭松涛听得曾国藩如此说法 不好暂时推辞 当下便与曾真干随便说了几句 曾真干知道 郭松涛是从北京出来的 与两宫对于赞乡王大臣忽然正法之事相问 曾国藩便把郭松涛方才所讲之话 简单的述给曾真干听了 曾真干不待听完 已在大怪僧王误事 郭松涛接口道 僧王固然有些大言不惭 可是对于国家上算能够尽力 不过裁具不够 也难怪他 只有夷亲王和端华 苏顺三个闹得更加不像 老师叔今天才到 自然还有几天耽搁 且让小侄闲一闲 慢慢地讲给老师叔听吧 曾真干摇手笑着道 安庆虽算克服 可是外府周县 仍在贼手 所以我来求助我们大哥 要掉那位徐公 现在我们大哥 寄请你这位老地台前去帮忙 这是最好没有 以我之意 今天便得连夜动身回去 不过 你这位老地台 却是出道 自然要和我们大哥 谈些离情激素 我只好栽在此地候你两天 后天一早 你得同我动身 此刻左右没事 快把金钟之事 说给我听 郭松涛道 这话很长呢 曾国藩岔口道 不问长短 快请讲吧 我硬要听此事 连公事都没有去办 郭松涛听说 方才说道 公亲王为人 速来忠心 他虽奉了全权议和大臣之命 却要送走皇上离京后 实肯去向殷史议和 谁知这样一来 自然又耽误了一两天 殷史阿尔金 深恐巴夏里遇害 竟把京城攻破 直扑公廷 首先 就把圆明园一伙而焚之 在那洋人火烧圆明园的当口 咸丰皇上 才离大内未久 现在的西太后 那时还是一位妃子的资格 现今皇上 尚需不辱 咸丰皇上 因为只有这点骨血 自然十分重视 平时指命东太后管理 所以 东太后的鸾架 是和咸丰皇上一起走的 西太后稍后一点 只得坐了一辆破车 跟着前进 走到半路之上 她的坐车 实在不能再走 正在进退围谷的当口 忽见素顺骑了一匹快马 也在追赶咸丰皇上的车架 西太后一见了素顺 慌忙把她换住 要她 替她设法换辆 叫能赶路的车子 哪知那位素顺 自是咸丰皇上宠任 又在正值危急之秋 一时不慎剪点说话 便气哄哄地用她手上马鞭子 向着西太后一直道 一个娘们 须得拾去 你现在得能坐了这辆破车子 还是靠着皇子的福气 你可知道 留在京中的那般妃子 真在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不幸地直被那般羊鬼子奸死的很多 素顺说完这话 早又加上一边 如飞地向前去了 当时西太后瞧见素顺对她那般无礼 自然记在心上 急到热和 咸丰皇上记仇何以难成 又及南方的乱世未尽 不久就得重病 所有朝政 全是夷亲王和端华素顺三个做主 夷亲王原是一个傀儡 端华又自知 才具不及素顺 当时的政权 大家虽之操于夷亲王 端华 素顺三个之首 其实是多由素顺一个人做主 郭松涛说道此地 又望着曾国藩单独说道 老先生当时同官的一败 所有朝臣 各个都主言半 只有素顺利奏 说是曾某老成持重 素来行军 抱着一个稳打稳战的主意 不比他人还有冒险的举动 这场战事 连他禁止失措 敌军厉害可知 皇上万万不可加罪于他 倘若他一灰心 现在各省的名臣素将 那一个不是他亲手提拔之人 那就不堪设想 皇上如能加恩 曾某一定敢激图报 南方军事 有他和左宗棠 彭玉玲几个 盛中可以无须操心 咸丰皇上听了此奏 方才未下言止 曾真干忙说道 这样说来 素总管 倒是我们曾是门中的一个大恩人了 曾国藩忽然献出历历微惧之色地说道 素总管虽是奇人 很懂汉学 从前同何少姬等人与我研究理学的时候 常夸汉人有才 奇人没用 他的宝我 乃是卫功 并非卫司 我只敬他 却不谢他 曾国藩说到这里 又单对曾真干说道 我们弟兄几个 若不能够荡平发君 真正对不起大姓皇上了 曾真干也肃然地达到 魏子敬孝 魏臣敬忠 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郭松涛接口道 你们曾府上的满门忠义 举世全知 温府世书的迅难三合 满朝沉重 都在常常提及的 当时咸丰皇上也知道南方军事 乃是心腹大患 所以忍痛去与殷始议和 即至合一成后 公亲王就请圣驾回鸾 现在的东西两太后 也是主张从速进京 侮辱皇上一阴病提 已入膏肓 难以再是劳动 二则回到京里 眼见宫廷碎破 反觉徒增伤感 三阴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人 生怕皇上回京 捡了他们的政权 有此三个原因 皇上就延至今年七月十六那天 便冰天了 当大行皇上弥留之际 东太后为人长后 尤未知道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人的身谋 西太后应与速顺业已结怨 故在暗中留心速顺的短处 即见皇上事已无救 急报着当今皇上 问着大行皇上道 佛爷倘若千秋万岁之后 何人接位 大行皇上目视当今皇上道 自然是这孩子接位 西太后自闻此照 他的心上 方才一块石头落地 后来大行皇帝冰天之日 即是现今的同志皇上接位之时 但是两宫心寡 皇上又在冲灵 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人 首将大行皇帝 所授他们的遗诏 呈给两宫去看 两宫应建照上 写有赞乡正武王大臣字样 只好遵照遗诏办理 一切朝政 全归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人主持 余外虽然尚有几位大臣 都是他们三个的心腹 当然是与他们三个一笔孔出气的 东西两宫 乔建情形不好 便主张服了翠宫还经 他们三个 故意牵沿 不是说经中的皇宫 未曾修好 不便回轮 便是说沿途的福莽甚多 孔京车架 其实 西太后 已经瞧出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个 要想谋害两宫 以及幼主 推代夷亲王即位 只因为首边义乌亲信大臣 便已易照照公亲王率兵迎驾 那至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个 竟不奉照 并敢四言 两宫女流 皇上冲灵 现在同月奏折 都是多事等语 西太后一件事已危急 暗写一照 密遣御私善安贵 漏夜入都 去照公王 公王奉照 便不动声色 带领一百名神机营的兵便 直到热河 不过到了热河 对于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个面上 并未提起奉照之事 当时速顺便怪着公王道 六爷 你怎么胆大 来到此地 京中没人主持 您可忘了不成 公王连连地陪笑道 你的说话不错 皆因大行皇上 既已冰天 手足之情 不能不来磕几个头 掉一番 马上回京就是 公王说着 又求速顺等人 带领入见东西两宫 速顺当时 因见公王于 对他们尚绝小心 不宜有他 且和公王开着玩笑道 老六真正叫人麻烦 您和东西两宫本是叔嫂 您要进见 您去进见得了 何必拉咱们陪您进去 此刻尚早 您就去吧 等得见过出来 咱们三个 还要请您吃便饭 不能不赏光的 公王听说 连连含笑答道 一定凤柔 一定凤柔 公王说完 便去进见东西两宫 东太后一见公王 正得诉说 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个跋扈之事 西太后急忙 以莫暗暗阻止 东太后方才忍住 当时 随便说了几句 公王退出 真去赴速顺等的宴会 西太后一等公王走后 方去怪着东太后道 咱的子子 你怎么这般老实 六爷来见咱们 那三个坏蛋 虽然没有一同入见 难免不派心腹暗中四察 六爷乃是咱们姊妹娘三个的救命菩萨 千万要保全她才好 不要使那三个坏蛋生了疑心 那就误了大事 当时东太后 一被西太后提醒 吓得满脸发赤 西太后又安慰了东太后几句 又对东太后说道 六爷此掉电 照例咱们 需得赏赐一顿喀什 妹子 已经拟好几个字在此 快请子子瞧过 要否更改字样 妹子打算将此字贴在喀什碗下 六爷一定能够见着 东太后 接去一瞧 只见写着是 在元端华肃顺 已有不臣之心 宫廷危在旦夕 这该公亲王率兵 保护两宫 以及皇上奔丧回京 大行皇上之子宫 急着赞乡政武王大臣等护送 方能有所处置 因此 东太后看完 那道密诏 连说不必更改 赶紧办理 西太后 急于第二天命人 赏赐公王喀什之计 贴于碗底 公王当时 建了那道密诏 自然遵旨办理 夷亲王端华二人 急去问肃顺道 两宫既要老六保护入都 咱们怎样对付 肃顺很坚决地答道 照咱主意 就此拿下老六 并将两个寡妇 一个诱饵 一同结果性命 就请王爷即位 咱自有办法 对付天下臣民的 夷亲王下的乱摇起手地说道 这是太险 咱干不下 肃顺就气哄哄地答道 王爷不干 想来不要后悔 夷亲王听说 又不能绝 他们三个正在解决不下的当口 公王已经大张小玉地定了日子 护送两宫和皇上进京 肃顺聪促之间也没什么办法 只好同这一亲王 端华两个 护送翠公随后入京 那知悉太后真是机灵 到时候一到半途 她便同了东太后以及皇上 暗暗地见到入都 等得肃顺等人知道其事 要想追赶 业以不及 那时的肃顺 因为赞乡政务王大臣的名义 却是他们求着大行皇上亲自下的遗诏 已是这者 料定两宫不敢将他们三个怎样 一见不能追赶 便也罢了 两宫到今 即当今皇上的名义 下一道上誉 宣布夷亲王 端华 速顺三人 如何如何不成 如何如何跋扈 折公亲王 会同朝臣 言行赤罪 当时 夷亲王 端华二人 先到京中一天 入朝之际 公亲王同了众朝臣 就命夷亲王 端华二人 跪听旨意 夷亲王 端华二人 非但不肯下跪 其在口中大放厥词 说是咱们赞乡 正武王大臣 尚未入宫 此诏从何而来 他们的意思 简直说两宫和皇上 没有下上誉的权利 那时 公亲王已经调兵未公 对于夷亲王 端华两个手无寸铁之人 自然不再巨蛋 一见他们竟敢抗旨 马上命人拿下 押交宗人府看管 夷亲王和端华二人 还在问人道 这磨咱们的车子呢 难道交咱们赞乡正武王大臣 就此步行到宗人府去不成 当时的朝臣 一见二人如此慢悍 乌不安安逆笑 公亲王即把夷亲王和端华二人 发交宗人府去后 便去入宫奏之 东西两宫 又下一道御址 即派四十名校尉 带了御址 沿途迎了上去 去拿宿顺 最可笑的事情是 宿顺被拿之际 正在旅店里头 命着两个少年妇女 陪同睡觉 郭松涛一直说到此地 曾真干方才接口道 宿顺这人 凭日本有一点精伟呢 这回事情 怎么变得这般傻法 莫说别的 单是一位赞乡政务大臣 却于国丧之中 沿途奸占名副 已经罪在不赦的了 曾国藩朗生说道 一个人忽然胸中不正起来 所做出来的事情 便莫要救 曾真干不答这话 单向郭松涛道 这莫他们三个既以正法 一般朝臣 不见得一个没有千计的 郭松涛道 有事有几个 尚没什么言前 顶多是勒令休制而已 曾真干又问道 此次事变 一点没带着我们大哥吗 郭松涛摇着头道 我们这位老先生 和纳素顺 仅不过是个研究理学的朋友 朝廷对于臣下 段无如此吹毛求疵的 曾国藩正色道 两宫 既能办此大事 宫思二字 岂有不能奋出之理 曾真干因见曾国藩很决镇定 方使不提此话 大家傅佑谈论了一些军务之事 曾国藩使去披杀公事 曾真干便同郭松涛二人 也去休息 第二天大早 曾国藩正在写他家书 互见曾真干 郭松涛两个 同着彭玉玲一起走入 不觉一恶 急问彭玉玲道 雪晴单身来此 你那房地 没有什么乱子吗 彭玉玲答称道 仰仗老师的红服 门生那里 尚没什么乱子 曾国藩听了 便请大家分别坐下 曾真干微笑道 大哥 雪晴已有上玉 放了完服 彭玉玲连忙接口道 门生 就为此事来见老师的 门生素来部主做官 大行皇上吱吱甚深 现在东西两宫垂帘听政 大概私家先朝旧臣 也未可知 但是 门人绝技不敢受命 要求老师 快替门生奏辞 曾国藩听说 笑上一笑道 雪晴收的两公恩 加先朝旧臣 倒也不错 昨天我也奉到命 我接那四省 今月大臣的庭计 我已奏紧收会成名 郭松涛插嘴道 彭清清乃是水师之中的元勋 如改文职 确实有些用为其常 曾真干道 以我个人之意 到吉月雪晴去坐完斧 因为那客服未酒 一切的军政之事 本得一位好好的能源 前去办理 彭玉玲连摇起手的说道 老师叔不必如此谬赞 世之万难当此重任 曾国藩笑着道 雪晴不必慌得如此 让我替你去办就是 彭玉玲听说 方使大喜道 道底老师知道门生的才干 曾国藩又笑道 这件事情 你且不必再问 有我一定替你辞去 不过你们九十书 马上就要前去 围攻精灵 长江一带 水师乃是主君 你去好好帮他一个大忙才好 彭玉玲疾答道 水师之事 本是门生责任 无论卫攻为私 敢不尽力 曾国藩点头道 雪晴能够这样 我使放心 郭松涛坐在一旁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便笑问彭玉玲道 雪晴今清 晚生曾经听见你的一件奇事 存诸胸中已久 老想请问 总没机会 今天却要斗胆请问一声了 曾国藩听见郭松涛说的这般郑重奇事 不觉微微的一愣插嘴问道 云仙 你到底听了一件什么奇事 要问我们雪晴 此时彭玉玲的脸上正在一红一白 很决限出为难样子 原来彭玉玲还当郭松涛问他 那桩密美人的事情 因此有那十分尴尬之色 正是 吴端请问成勘骇 如此气温其等闲 不知郭松涛要问彭玉玲的一桩事情 就是合适 且愿下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